大家好,今天是10月21日 回到明報報上買新機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A股上證和深證 我們看到上證都做得不錯 今個星期是Bit上來 星期一曾經下過3539 然後你會看到它慢慢做上來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今天最高做到3610 在30天moving average 叫預阻力 暫時A股跌下去 放完國慶假期之後 曾經一度落355 然後慢慢爬上來國慶之後的位置 國慶之後第一天 10月8日之後 最高做到362 現在都回到3610 技術表上暫時都可以 暫時守著 看看後線能否延伸上去 你看到遠一點 看看周線 過去三個星期 A股也算是偏遠 跌了三個星期 雖然不是大跌 但起碼升不到 但今個星期 明顯開始 跌頭上去 看看走勢能否保持 後市衝出30天 承接再上 往後日子 希望A股可以守得住10個月 20、30個月 慢慢做上去 暫時的勢不是太差 上證的勢不是太差 只不過是比較慢 力度不夠強 看看可否重上30天 然後看看深正 深正對比上證 是相對的弱 今個星期雖然是彈上去 昨天最高做14552 做完之後 力度不夠 現在就站在這裏 現在叫做站在這裏 我們這樣看 看看會否後市 再進一步 可以做一支揚足 繼續延續 升勢 看看遠一點 我們看看圖 你可以看到遠一點 深正 是由今年 這個最高位 是在今年的 2月18日 最高做16293 引伸過來的阻力位 到今天 仍未穿 給他一點時間 看看他站穩後 可否慢慢做上去 暫時來說 我們看到上證 深正 走勢不算太差 短線 可能叫做受壓 但你見到上證是上的 深正是下的 但整體上 他都叫做靠穩了 A股叫做靠穩 起碼不是大跌 甚至乎你講過 A股過去的三個星期 四個星期 都叫做徘徊在這些位置 只不過你可以說 他的力度不夠 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看看可否慢慢再做好 技術面上 都叫做必須向上 起碼不是大跌 我們看到起碼不是大跌 看看可否再做高一點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祝你 可以 大家